台北故事館 位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 早起称为原山别庄 整栋建筑物采英国都多样式建造 呈现独特且嘎贵的风格 是一栋别具特色的建筑物 常吸引婚纱业者作为最佳背景取材 故事可瞧见一对对的新人 幸福的在此拍照取景 充满了浪漫与幸福的味道 历史悠久 鉴于民国两年 西元1913年 建造人是台北迪化街茶商陈昭俊 名为陈昭俊先生的休闲欧逢别墅 兼座招待南洋贵宾访客之用 光复之初为前立法院院长 洪国书住宅 民国68年市府真购 被指定为市定三级古机 称为原山别庄 民国76年交由市立美术馆管理 目前由前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 陈国慈女士任养经营 也成为台湾首例的私人任养古机的先驱 2019年12月封馆整修近三年 开幕时更名为台北故事馆 将以城市的人文生活为主题 并藉由说故事的方式来呈现老房子的历史记忆 引领民众从古籍了解市民的生活史 位于台北市繁华地带附近 周遭也有许多台北旅游的知名景点 例如花博园区 市立美术馆 中山美术公园 中列池等 如此丰富的旅游行程 因此为台北市民以及观光人士到访之地 中山区旅游也相对兴起 中山区住宿 饭店 旅馆等产业一样不缺 就是为了因应台北旅游风潮 让来到中山区旅游的您 都能感到兵至如归 记者 吕诗远 中山区采访报导